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大跌了 跌了300多点 其实我们去试想 整个指数 它已经大涨了好几千点 好那跌了300点 其实看起来还好 稍微震荡一下整理一下 可是今天这300点 跟以往那种震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在哪里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 是用跳空的方式跌下来 那你今天这一跌下来 它是破月线 这条是月线 它破月线 那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你今天台北股市 跌了这300点 这代表说你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套牢筹码在 对不对 有些追高的 现在已经被套牢了嘛 那现在的盘市 它到底是只是涨多整理 还要继续攻呢 还是说台北股市 它还会继续顶 如果继续再跌下来的话 那不用讲 那套牢筹码会越来越多 所以台股现在该怎么去看 各位你仔细看 我在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我都用这张图 你看我这几天 你今天是不是都拿这张图跟他讲 有吧 从1月20号的开始 我就跟他讲 台股未来怎么走 然后台北股市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 这几天我都拿这张图 由这张图所得到的结论 因为快封关了啦 下个礼拜是五个交易日啦 明天剩礼拜五啦 那我说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就跟他说嘛 你持股不要越买越多 你不要在这地方一直追一直追 把你的成本垫高嘛 那当你一去垫高你的成本 一有震荡 你就被迫爆股过你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这一天的讲法 可是投资朋友 你有照我的话做吗 应该没有啦 因为大家都会跟你讲 这里有标股嘛 对不对 你会想说我买都来不及了 找标股都来不及了 你还叫我卖股票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我所有的分析 不管你是不是会员 我都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所以你会想嘛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如果说你去乱追乱买的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太老了 对吧 好 那各位 那到底这个盘 现在要怎么去解它 我今天测标里面 有写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沙融资的点会在哪里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盘 它没有办法再上去 如果说它再继续叠下来的话 会造成 套老的筹码越来越多 那到底这个盘会不会造成 沙融资的现象 好 各位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里面 来跟大家做分析了 不过在讲之前 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Light Edge 这里有一个Light Edge 那你现在画面所看到的这边 也是我们Light Edge里面的账号 其实有的时候 在重要的一些关键时刻里面 我盘中的时候 就会跟各位先去讲一下重点 比方说 像今天10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就有跟我们的Light Edge里面的 好友们说 我说沙融资的点在哪里 所以在今天大概10点钟左右 其实我已经把一些重点 在Light里面做说明 所以如果说 有的时候盘面震荡比较大 那关键时间点到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Light 好不好 加入这个Light 好 我们直接来看了 到底现在这个盘要怎么去解它 他们很注意看 我们最近有跟各位说 台北股市涨上来之后 我说快封关嘛 我们就先把它看一个区间盘 对不对 但是这个区间盘我跟他说 你那个技术面 还没有让我们看到 那个形成空头的迹象 但我前两年有跟你讲 那个筹码已经不对了 所有筹码不对了 所以我跟他说 到时候2月份会是一个多空的关键 对吧 好 那重点来了 那当今整个台北股市 这样子一跌下来之后 那现在这个盘后面会怎么走 还是整理一下之后再创新高 那还是说还要继续跌 同学你注意看 今天台北股市跌下来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股 现在你从整个全球股市的架构 里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你看道琼昨天大跌嘛 对不对 我昨天还算那个月线的位置 跟你讲 我说2月5号的时候 道琼的月线成本就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道琼这地方上不去 到时候这条月线 它会开始下压 因为当它昨天这个地方 一跌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月线已经开始走平了 所以如果说美国股市它上不去 或者是美国股市还在跌 你说台北股市要大涨 我觉得这逻辑不对 所以当美股一跌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看那亚洲股市 你看 大陆股市已经破月线了 南岸股市也破月线 恒生指数打到月线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来到月线位置区 很合理 可是这个盘 到底会不会出现那种 融资松动的风险在 这要从什么样的理论架构里面 去做分析 各位你仔细听 你还记不记得 12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股市涨上来 来到这个位置区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老师跟你看工 就是说已经涨到高点 可是那个时间 我有跟各位讲说 这个盘1月份它会走喷出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说1月份会走喷出 我说你这个多头要结束 常常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空头不死 多头不止 所以我说它会走喷出 但是喷出的目的在哪里 先嘎空 对不对 然后再来去诱多 没错了 那各位你去看 当初我就跟他讲 1月份台股会走喷出 所以当指数一直涨 一直涨的时候 你要预防什么 它涨到底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回头来看 这里应该算顶了 看到了嘛 后面会不会再上去再说 但是这里已经看到顶了 好那各位 但是当你看到顶之后呢 你现在要预防什么 这个盘当它爆量之后 还有高点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爆量 我说后面还有高点 但是还有高点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可以乱追 为什么 因为当你去走喷出的时候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很明显空单都回补嘛 你一路空一路空一路空的 空到现在为止 你看空单被迫回补 所以呢 嘎空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诱多 你去看 融资到昨天为止 还在创新高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呢 这一跌下来之后 已经造成这个地方去追买的人 是出现套牢嘛 没错吧 好那各位 那现在重点来了 那这个盘会不会造成融资松动 会不会有杀融资的风险 各位你注意看 如果我们从过去历史来看 走喷出的时候 它是加速赶顶 走喷出的时候 它是加速赶顶 对不对 当它赶顶完之后的走势呢 你注意看 我们就从过去历史来看 比方说 108年4月18号 那时候台北股市走喷出 走喷出的过程里面 还让你看到有高点 爆量之后还有高点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走喷出的时候 融资都是一路在追 就有融资创新高 当你见顶之后一波月线 你看到这里一波月线 指数就拉回 结果这里是不是杀融资 没错啦 好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大致上将近杀了快1000点 他杀融资嘛 这那指数拉回来杀融资 好那各位 你会问我说 老师如果这那跌下来 是不是1000点就结束了 我跟你讲 你注意看这个 当指数一路在上工的过程里面 融资一路增加嘛 对不对 结果呢 指数一波月线 你看这里一波月线 整理完之后再往下杀 融资大资 融资大资 有没有 那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杀了4000点 如果台股出现杀融资的现象 当你现在会想说 这涨那么多了 如果拉回 会拉回到哪里 我跟你讲没有答案 真的答案在哪里 就是说你的融资减肥够不够 你的融资减肥够不够 如果说在杀的过程里面 你融资还没减 我跟你讲 后面的空间就很大 所以呢 台股现在要预防什么 它会不会让你看到 还在继续点 如果说再继续点的话 你融资买在高档的人 不用讲了 融资是全套 如果再多叠一点的话 就会有融资追缴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杀融资的点 它到底应该在哪里 各位我们仔细看 什么叫杀融资的点 两个礼拜 这一个多礼拜 我都用这张图 跟大家做说明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下个礼拜封关的时候 2月5号月线的位置在这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月线是一路上移的 但是台北股市 我说走区间 那时候我跟他讲 2月是多空关键的 因为到时候是不是真的破月线 还是要继续勾 那时候会有答案 可是呢 你昨天美国股市先破月线了 除非你现在美国股市呢 这地方呢 连续几天持续大涨 创新高 那再把台北股市往上带 否则如果说美国股市没有涨 反而再跌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多空的那个 那个关键的时间点 它提早发生 但这个问题是 未来的台股它会怎么走 各位我们今天再来发现一次 你注意看 台股今天是破月线 下来 今天是1月28日礼拜四 所以呢月线的成本在这里 年礼拜五来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一路一路来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这就是2月5号 对吧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 台股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你现在月线成本还很低 那未来这几天 它就慢慢上来慢慢上来 那这代表着什么 就是说你现在这条月线 它还是会上移 还会上移 但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再一次的往上的话 它会开始慢慢走平 它才慢慢走平 好 那现在关键点在哪里 你会发现 我们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要封关了 也就是说 你台北股市建议跌下来 那当然了 它会不会说在这个地方就继续再下跌 这最坏的状况嘛 没错 因为如果说你再继续跌 那融资越套越多 所以杀融资马上就出现 好 那你会不会继续跌呢 当然要看这几天 美国股市的状况了 尤其 道琼昨天一大跌下来之后 它现在离那个季线的位置 其实并没有很远 如果说道琼在这两三天左右的时间 它是破季线 我跟你讲那不用讲 全球股市它会跟着跌 这是一定的道理 因为你不能说 美国股市涨 你台北股市要涨 美国股市跌呢 你台北股市不能跌 我说那个逻辑不合理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盘 我们都有理论依据在 慢慢的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 未来的这个盘它会怎么去走 要看你现在到时候你现在要怎么做 所以我跟他说 台北股市未来的月线 它还是往上移 因为你现在月线成本在这里 但是来到2月4号 应该说2月4号2月5号 就是下个礼拜4礼拜5之后 你先想看 我当时为什么跟你讲说 来到2月份是脱空关键 因为你新春开盘之后 你所有月线成本全部在这上面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上不去 你就会有破月线风险 好那再来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是已经破月线了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 因为你现在的月线未来还是往上移 可是如果说台北股市 间谍下来 然后美股稍微又有些质问 稍微有点反弹 那最好台北股市它的走势 就会开始怎样 稍微有点反弹 可能会在那边走震荡 甚至于不排除什么 如果它没办法过前高的话 我们不排除它会不会做头肩顶 对不对 好那再来 如果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维持一个区间走震荡的话 那现在关键点在哪里 你想想看 台股来到2月4号2月5号之后 它未来在整个新春开盘之后 它所有成本都在这个位置区 那如果说你要去化解这个月线的反压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创新高 最好的方式就是创新高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创新高 反而在这个地方震荡完震荡完之后 因为你后面呢 等到那个月线成本也开始上来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再破一次 好不好你知道吗 后面的月线它就要开始下压了 好它就开始下压了 好那再来 因为整个月线它未来啊 来到高档区的位置是来到 下礼拜四礼拜五之后 就来到高档区嘛 所以呢如果说你台北股市呢 在这一段的过程 这两根K线它是失守的话 同样我跟你讲 那时候形态出来了 它不是形态出来 它连月线的下压它也出来了 所以呢你说台股会不会让我们看到沙融资 你要注意啊 台北股市会不会破这两根K线黑的低点嘛 如果说这两根K线的低点一跌下来 如果说是失守的话 我跟你讲哦 如果说这地方就这样子跌下来 是失守的话 到时候你上面的融资是越套越多 所以后面会造成什么 杀融资的现象会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从过去历史来看就这样 什么叫喷出嘛 喷出一个是卡空嘛 一个呢是优多嘛 当你融资创新高只要一破月线 月线一下压 你看哦这就开始跌 这就杀融资嘛 对不对 这段也是一样啊 当你融资创新高 你一破月线 破月线反弹又上不去 月线反压是在的哦 如果再破一次融资差更凶 所以呢这段跌4000点 所以这段最起码先跌1000点 对不对 所以咧 台北股是在这段的走势里面 它会怎么走 接下来预防什么 你月线会不会出现下压 如果美股没止跌 台股先下来的话 加上你整个月线是上移的 那你这边先跌下来 月线没有多久就下压 那但最好不要这样啊 因为大家要过年啊 但是如果说台北股 是在这边走区间的话 它没有办法过前高 小心做一个形态头肩顶 如果它一直过不了前高 又破一次月线 我跟你讲哦 这条颈线一破 到时候融资呢 就会开始杀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未来的走势啦 当然你会觉得很怀疑啊 真的假的 搞不好还会创新高耶 好没有关系嘛 继续买 大家都有标股 不是吗 这一个礼拜 我一直跟你讲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有高点赶快卖 把持股调一下 不要报那么多的股票过你 我是害你嘛 这一个礼拜我讲这样的话 很多人听不进去啊 每个老师都有标股 我买来不及啊 你还跟我讲这个 可是到今天为止 你就会发现啊 当你台北股市 今天一破月线的时候 你说有标股 标到哪里去 标到哪里去 你是不是都在追高 对吧 好那各位重点来了 那接下来的盘 要怎么去看 每股跌下来 全球股市跌了 那现在这个盘 会不会造成说 从去年三月份 一路涨 涨到今年 差不多快二月了嘛 会不会这个多头 它真的休息 然后呢最起码它要整理 或者最起码它会走修正 关键点在哪里 你再仔细看 刚刚我们说过嘛 你现在融资已经被诱多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一跌到月线 代表说已经有套牢筹码在 接下来这两根K线不能破 如果这一波再跌下来 会杀融资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 它会不会杀融资 当然第一个美股是关键 可是美股是关键之前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它会造成全球股市 是不是多头结束 甚至于要修正 要整理的关键 在哪里 你看到昨天美股股市跌 当然高科技股 因为位阶比较高 还没有破月线 但是科技股的领头羊是废半 废半已经破月线了 因为一个大跳空下来 对不对 好 当美国股市昨天都在跌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只有一个东西在涨 美元 你怎么发现 美元跌不下去 对不对 好那各位 我们再回头来看 我1月20号的时候 就跟各位一起讲 未来的盘 1月19号前一天 我就跟各位讲美元 因为你美元来到1月份的时候 它跌不下去 它现在美元在这个地方 都守在月线之上 对不对 昨天美国股市跌 但是美元大涨 原因在哪里 因为那个市场的资金 它跑回到美元去 它与美元当资金避风港 好那各位 美元这两天 你看到这两天是不是都上来了 这两天是季线 差多少 没有差多少 现在90.7 季线在90.9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 我1月19号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他在那边走震荡之后 你要留意 他不要去过前面这个高点 如果当他一过前面 这个高点的话 第一个 他已经先站上月线 如果他再过前面高点 一定站上季线 对不对 依照他的成本来看 后面会形成黄金交叉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美元最起码在近期的走势里面 它会偏强 好那美元偏强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 各位你注意看 去年3月份这一段 因为肺炎关系美元大涨 对不对 好你注意看这一段 当美元大涨的时候 全球股市是大点 没错吧 好那回头来看 当美元在这个地方跌升之后 你看这一段 当他开始出现跌升反弹上涨的时候 这一段 你看那时候的台股出现什么事 差一点点就要破月季线 那个头部本来就快出现了 那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后面才冲上来的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美元的走势 如果说是出现太强势的话 同志我们再回头来看 昨天我就跟你讲了 最近外资不是一直卖吗 对吧 昨天我就跟你说 他卖出差不多9亿 所以当外资在这地方 已经开始卖股票 什么叫卖股票 我这两天有跟你说过了 你看台湾50就知道了 1月份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站在卖方 当你在台湾50你站在卖方 那当然台积电卖比较多 那当台积电卖出来之后 你台股现在不是卖超 所以外资站在卖方的时候 赏户站在卖方 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跟你讲说 这个盘你从技术面来看 好像那个空头还没有完成形成 我到2月份会比较清楚 但是你筹码面是出现问题 所以我这几天跟你说 你要注意什么 外资期货的仓位 到昨天是负的28106 上个礼拜最高是负的29982 如果外资期货的仓位 这地方是突破三万多口 那如果说美元是出现大涨的时候 外资又要继续卖 到时候对于整个盘势而言 我跟你讲好像不是台北股市的问题 反而这个盘会形成 国际股市会出现大震荡 所以重点在哪里 这两根K线不可以破 如果这一破下来的话 他说比如说我是这么想 照理说下礼拜是封关日 那你昨天美国股市大跌 最好它不要再一直跌了 不然一直一路跌下来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沙融资搞不好在 那个封关前就看到了 最好不要这样 那当然因为台积电 这两天跌下来 现在已经来到月线 如果台积电这两天稍微有反弹 让你台北股市在那边 再去走震荡的话 你还有高点可以卖 你还有高点可以卖 那如果说到时候再破一次月线 如果这两根K线是失守的话 形态出来之后呢 后面就杀融资 很清楚了 你说老师真的吗 没关系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很多人会跟你说有标股 我问你啊 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到现在为止有多少标股 没有啊 啊你还在追 这整段我们先把整个盘势 未来它怎么走 我们交代清楚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啦 是不是 我们先把整个盘势 那我们再去 苏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苏波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肖老师 风光倒数 接近牛 迎红盘 全面50%再加1 全面50%再加1 数字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这怎么看的 你怎么看的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教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跨移等 就对啦 好 欢迎到现场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我大厦都在分析未来的盘式了 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在跟大家讲 未来的盘应该会怎么去走 所以我就跟你讲 快封关了啦 你持股不要 越满越多 成本都在上面 稍微有震荡就是套牢啦 那今天一跌下来 你就会发现 哇 怎么搞得都追到高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今天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去讲什么 杀融资的点到底会在哪里 那当然这跟未来的盘式有关 因为这样整个台北股市 今天破月线之后 我说嘛 如果美股继续跌 那不用讲了 那马上就会让你看到 继续再下来 到时候那个反正杀融资 因为融资已经套在上面了 那最好的方式就不要这样啦 因为快封关了嘛 稍微谈一下 让很多人稍微把资金做回来 是比较好啦 这是我的想法啦 但是就算你台北股市 谈起来 如果再没有冲高是头颠顶 如果破这两个位置的话 形态一完成 到时候也是杀融资 所以呢 我们今天把整个盘式交代清楚 只是要告诉你 未来他可能会这样子走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做 你自己决定啦 你要继续买 我也没有意见啦 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逢高我们都在获利啦 所以之前波段型的个股 拉高我们都卖 那封关之前呢 我们也是有买有卖 很多个股我们都是高点卖 高点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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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 奇怪你最近怎么在卖股票 因为这个盘不太对劲呢 因为他已经来到高点区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做法 没有办法掌握有买有卖的 很欢迎各位 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持股有任何问题的 也欢迎你来电再做咨询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刹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头顾肖老师 风关倒数 街机牛 银红盘 全面50%再加1 全面50%再加1 输入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肖老师 风关倒数 街机牛 银红盘 全面50%再加1 全面50%再加1 输入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大家好 我是